阿伯已經進去了嘛 那如果現在要懷念他的聲音 要來找你 找我 可是你都是吐槽的角色比較多 不會啊 如果你們要聽阿伯幫你們加油打氣我也可以 幫小草加油打氣一下 小草這個外面雨下的很大 所以我剛看了一下好像外面已經沒有人了 明天我叫老天爺先不要嚇 大家趕快去 太陽大一點就對了 對啊 太陽大一點 這樣子小草才茁壯嘛 植物要有那個光和作用 是是是 好啦 小草加油啦 阿伯被羈押出來會 在這個演講給各位聽好不好 包含彭正生 包含沈慶晶 然後包含映曉威 吳順明的抗告都失敗 我認為柯文哲抗告成功的機率就很低了 而且你知道嗎 如果以年紀來講的話 沈慶晶77歲 對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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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彭正生也是72歲 所以這兩個人年紀都比柯文哲還要高 如果是以身體狀況來講的話 那78跟72的人都沒有辦法交保 怎麼可能你65歲了你能夠交保 2772你出不來咧 沒關係啦 反正我可以在裡面當醫生 對啊 我看那個餐點不錯啦 還假吃 還行 不過沒有陳佩吉煮的好吃啦 哇 不錯耶 愛老婆喔 不是陳佩吉昨天有去他說心跟你比較近 你有感受到他的心嗎 我又看不到 他說他的心 我覺得不是看你的去要去看記者會的 不會啦 陳佩吉我媽媽選的也是很愛我 我也想不到有一天我會被羈押 早知道 不會再出來從政 不然去年就跟國民黨趁個副總統 或是早一點嫁入民進黨 我看是這樣 阿伯不忘記 北檢也不會放棄 我會這樣 改變成真 我看土城市發生啦 真的太有才 太有才了 今天是九世大歌廳 九世大歌廳 好啦 二七七二 你還是回到那個真歐的身份啦 我要真歐的身份 你怎麼會想要創作這首歌啊 而且每個歌詞都好貼切喔 這個歌詞其實不是我寫的 是那個頻道的主人 台灣民音寫的 我是負責去唱 對對對 真的厲害的是他啦 你剛剛說你最喜歡的那一句是 在那個代表我們小平哥那一句喔 這句唱對著他唱一下 去給眾小平衝行 新聞一直棒 未輸我泰郎 哇哈哈 拍拔滴滴滴滴啦 哈哈哈哈 那你要不要說說看就是說 因為其實你也曾經是 喜歡過柯文哲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被柯文哲感動過啦 對啊 啊 就是當初那個感動我們的人設是 清廉情政愛鄉土啊之類的 這些他說理性務實科學 那但是這些事情看起來 發生了太多事情 讓大家覺得很難再相信他 我啦 我覺得很難再相信 那你自己是從哪一個點開始 我從兩岸一家親那個時候 那還蠻早的耶 那個時候 應該說我不是轉黑 我是脫粉 脫粉 還沒有轉黑啦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這個人帶觀察 台灣的政壇好像需要這個人 但是他的理念跟我不一樣 路比較不一樣而已 現在是覺得 這個人這樣不行 可是現在有點尷尬的事 就是說 當然網友講啦 因為柯阿伯已經進去了嘛 那如果現在要懷念他的聲音 要來找你 找我 可是你都是吐槽的角色比較多 不會啊 如果你們要聽阿伯 幫你們這個加油打氣我也可以 好幫小草加油打氣一下 小草這個外面雨下的很大 所以我剛看了一下 好像外面已經沒有人了 明天我叫老天爺先不要嚇 大家趕快去 太陽大一點就對了 對啊太陽大一點 這樣子小草才會茁壯嘛 你知道植物要有那個光和作用 是是是 好啦小草加油啦 阿伯被羈押出來會 在這個演講給各位聽好不好 是是是 OK好 我們這個吳怡萱跳光 這邊這邊重點重頭戲來了 好嘞這邊啦 這個有一個網傳啦 是不是一個假消息 說吳怡萱跟我們小平哥對賭跳 跳啦跳啦跳鋼管舞啦 阿說吳怡萱跟中小平對賭 跳鋼管舞跳什麼呢 阿伯賭什麼啦 阿伯有拿錢就在土城看守所前 跳鋼管舞 你要確定嘿 鋼管舞要用大量肌肉 然後如果說目前賭注的有阿伯吞曲棍球 中小平滾丁床 吳怡萱跳鋼管舞 小小草好這個 剁什麼就叉叉啦 好 小平哥這個是你 這真的還假的 證實了嗎 這個沒有啊 所以我們就打一個假消息假消息 如果我跟吳怡萱跳鋼管舞 我覺得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余美人跟徐立金會幹給我 什麼啦 他們是一撥票好不好 我們中正話是這樣子 大概開個16萬票 藍7 綠6 然後3萬票就是白跟舞檀 就是余美人跟這個 余美人要選 聽眾要選市議員 我們那個區嘛 然後當然這個吳怡萱一定 民眾黨會提名他嘛 對 那那個服務很好的徐立金 也占到一些白的空氣票 就三個人要分那3萬票啦 是 我跳鋼管的話 我會得罪這兩個人 我看 我還是 寧可滾丁床 寧可滾丁床 所以 沒有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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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消息太亂了 我們不要再多假訊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阿伯羈押的第二天 那看起來就是阿伯還要在這個裡面 在關6日兩天 那我們這邊先來問一下蘇培 就說昨天最新的消息是包括跟這個案子有關的 像沈慶金吳順明啦 那彭政生還有應小微通通都提抗告 通通都被駁回了 那當然禮拜一 那個你認為說柯文哲這邊會提抗告嗎 那你會覺得對抗告未來的前途呢 我認為柯文哲會提抗告啦 不過他抗告會成功的機率是很低的嘛 因為如果這個地院法官所講的 就是說柯文哲第一個他是涉嫌中大 他圖利的沈慶金200萬 這件事情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柯文哲有沒有串供滅政之語 有啊 是有的 而且他的證詞跟沈慶金 跟應小微跟彭政生 是完全不一致的 那你這樣子如果你讓他抗告成功 然後他又可以回來 然後是不是又開始開記者會 又開始串供 又開始這個隔空串供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對於這個案子報的 這個證據的鞏固 其實是會有疑慮的嘛 所以我認為如果這幾個人 包含彭政生 包含沈慶金 然後包含應小微 吳順明的抗告都失敗 我認為柯文哲抗告成功的機率就很低了 而且你知道嗎如果以年紀來講的話 沈慶金77歲 對 7878 7778 然後那個彭政生也是72歲 72 所以這兩個人年紀都比柯文哲還要高啊 如果是以身體狀況來講的話 那78跟72的人都沒有辦法交保 怎麼可能你65歲了能夠交保 2772你初步啦咧 沒關係啦 反正我可以在裡面當醫生 對啊我看那個餐點不錯啦 還夾吃 你們各位 不過沒有陳佩吉煮的好吃啦 不錯耶 愛老婆喔 愛你喔 陳佩吉昨天有去 他說心跟你比較近 你有感受到他的心嗎 我有看不到 他說他的心 不是看你 要去看記者會的 會啊 陳佩吉我媽媽選的 這個也是很愛我 好那我們這邊來問一下小平哥 朱立倫啊 這個也是爆啦 爆朱立倫下令送暖柯文哲 那蔡振元說 有兩個人不聽說你爆妞妞妞 一個當然是有俗會 有俗會當然是幫好龍斌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你是爆妞妞妞 你是私院多於公益 這個大概公益私院的部分 應該是講你跟易小威是不是 就說你跟易小威選立委 就殺到這個刀刀劍骨 所以這個時間就說你在報私院 蔡振元喔 就是他講什麼 他有他的言論自由 是 可是做人應該多一點高大上 多一點正義感 多一點這個先功而後私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怎麼知道易小威要拿錢啊 我揭發告阿伯 我去告易小威嗎 所以不要顛倒是非嘛 蔡振元嘛 這是我們尊敬的大哥吧 不是你要睡 你要喜歡什麼右側的 跟老共熟什麼 我都沒有意見啊 不是 大家就是 大家真心一點 誠實一點 那你們現在如果這樣子 因為舉發都是你跟游淑慧 那你們未來在議會 你們要怎麼樣藍白河啊 議會 議會 你們現在沒有單獨過半喔 你們都很試快你知道嗎 你們已經沒有單獨過半喔 難道議會的藍白河做 難道立法院的藍白河做 難道立法院的藍白河 奇怪我們真大光明做事 怎麼一堆人搞我們 我覺得很奇怪這些人 我再拉回來 你們朱立倫耶 朱立倫 我退一萬步 我早就講 領袖要有方向感 所以朱立倫 兩位大哥 一個朱立倫 一個副軍局總召 最重要吧 我想立法院 我從一個黨員來 我黨籍市議員來評論 我沒有資格談立法院的事 可是我可以評論 我評論員來看 因為我不是立法委員 藍白河是什麼 為什麼藍白河 你現在還要跟貪腐的主席合嗎 你合得了黃珊珊嗎 黃珊珊跟你合嗎 你今天你的絕大優勢 你有54嘛 你合黃國昌就好了嘛 好 目的是不是只是5070 大家腦袋都有動 知道嗎 藍白河就一件事 藍白不會合嘛 而且你合了以後 結果你怎麼 你家怎麼暴打你的 你就2024嘛 重點是你要立委變57 這就是藍白河的精髓 你選一個最成本最小 利益最大 你走高速公路不走 國務不走 你要走9萬18歸 開到那邊的怡然都吐了 是是是 頭腦很清楚好不好 頭腦 不過你做了一個球非常好 講到黃國昌 剛剛這個主席也有 最後唱到黃國昌 那現在呼喊黃國昌 代理主席的部分 你看柯文哲 我們現在看黃國昌的反應 柯文哲被檢方帶走 露出神秘的微笑 柯文哲被吳寶請回 哎呦這個表情 我覺得這個圖很故意衝剛 柯文哲再開欺壓庭 好 柯文哲被欺壓境界 又露出神秘的微笑 不只黃國昌笑 剛才那個鍾小平很生氣 國民黨不知道在搞什麼 其實鍾小平在幫忙 所謂在立法院 這巴西立委挺國民黨 為什麼 鍾小平保住了這巴西立委 可以當四年多開心 主席都不見了 家裡都沒大人了 是會做四年的 兩年條款都不用死了 你不用說那麼多 你覺得黃國昌會代理黨主席嗎 會啦 會啦 我們要講說黨主席嗎 因為現在柯文哲在請假中 所以永遠的黨主席就是柯文哲 即使他被關一輩子 可能黨主席 也不會有人挑戰柯文哲 但是可以設委員長 立法院委員 立法委員的長官 叫委員長 你有在乎我們2772的感受嗎 他現在不知道 那要先去廬山發表宣言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要看清楚一點 中小平絕對幫助了國民黨 在立法院裡面 這個所謂的小蘭巴西 立庭國民黨 因為他們多不希望 穩住盤勢 這比較重要 穩住盤勢嘛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已經到了 時間到了 我們最後請2772我們的主席 好不好 你要不要講一句話 唱幾句歌 唱傻人啦 好不好 好好好 不要不要不要 這個我昨天的新歌 昨天的 那唱球鳥 好不好 把球鳥剛剛沒有唱 漂亮啦 把我們做漂亮的Ending 我是被你求盡的鳥 已經忘了天有多高 如果離開你給我的小小城堡 不知還有誰能依靠 我是被你求盡的鳥 得到你愛越來越少 看著你的小宅被人眼中燃燒 我卻搖不到一個擁抱 好 謝謝謝謝 謝謝